他好像也是打球很随意的那种 但是他确实很准 这个角度这个力量能传导到红球堆上的也很多 而且这一杆K球运气确实好 开完球之后白球的位置包括红球位置都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理想 我们看他跟奥沙利文打球都是感觉好像趴时间长了会晕一样 出竿的节奏非常的快 而且感觉马克威廉姆斯好像不喜欢毛着腰打 喜欢直着腰打 我们看他打球发力发得很透彻啊 这可能也得以于之前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从事拳击这项运动的 对 因为这个拳击啊 出拳也是讲究一股寸劲 是啊 他的柔韧性和爆发力啊 可能也是与生俱来的 40 45 45 威廉姆斯特别不爱使架杆 我觉得如果一旦能够不用 他想方设法不去用这架杆 威廉姆斯自己也有很多自创的姿势 对 他可以从怀里边把这个杆给顺利的出去 而且好像他那个姿势只有他一个人用 我没见过别人用 而且每次用他都能成功 实际上是把他的左手已经放到了身体的右侧 他竟然能驾驭那根球杆 仍然沿着一个直线往前出 真是也是有很高天赋的一个人 这个杆已经打了53分了 虽然离超分还有一段的距离 但实际上这种局面应该是并不复杂 54分 61分 好 查理文又习惯的在咬着自己的指甲 熟悉要查理文的人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知道 他经常是咬指甲 而且眼神啊 他你也不知道他盯着什么在看 好像他已经完全不在这了 这可能也是一种自我调节 自我放松的一种办法 67分 好 已经延分 再打进一番红球 这可以超分 总是显得弱有所思 好球 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看来确实不错 应该说是这两个阶段 对 都是有不错的状态 其实这两个人的过早相遇也是很不幸啊 是 由于之前马威廉姆斯的排名比较低 其实比赛就是这样 你排名比较低的选手 一定上来就碰到排名比较高的选手 如果他们两个都是在排进前四的情况下 就只有到半决赛才会碰到 也希望马威廉姆斯能够尽快地把自己的世界排名提高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 最后的半决赛或者决赛当中欣赏到 这个两个最高水平的人的这种比赛 贴得有点正 是 99分啊 99分 就差这一颗红球就可以过百 但是这颗红球 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 打得厚了一点 99分 7比5 威廉姆斯领先两局